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湾县府2号举行扩大主管汇报 台湾县尔饶庆林也在会中颁发感谢状给前进 蓝宇协助小犬台风灾后重建的救灾单位 感谢他们的辛劳 另外也颁发红榜给荣获2023美国达文西发明展的同学 以及多项GEO团队人员的奖项 给予表扬肯定 台东县政府今日举行扩大主管汇报 台东县长县林也在会中颁发感谢状 给前进蓝宇协助小犬台风灾后重建救灾单位 而小犬台风重创蓝宇 社会上有许多单位前来协助蓝宇进行灾后复建 其心协力让蓝宇回到正常的生活步调 县长县林也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劳以及付出 此外颁发红榜给荣获2023美国达文西发明展同学 以及多项GEO团队人员奖项给予表扬肯定 而获得2023美国达文西发明展同学也表示 能够获奖非常开心 在未来也会更加努力 然后是这个暑假才拍好影片 然后才去美国 然后大部分就是开学几个礼拜后 就已经东西就已经到美国了 就知道他得奖的金牌奖 就是很开心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的帮助 还有那个执行长的那个德热心 才让我有一次机会可以去美国参加发明展 也得到金牌 就会再继续努力这样子 在会中除了办法感谢壮 以及红榜还有多项GEO团队人员之外 也邀请到院井工程基金会执行长 进行专题讲座 探讨从关键数字 看人类大转型议题 这番至于台东市报道